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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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KJRK,我是SWING 大家好,今天我們一起練習日文 今天要看的新聞是關於新冠病毒 今天是關於疫苗 日本也在推行打第三針 相關機構進行了調查 我們一起看看相關新聞說什麼呢? 新型コロナのワクチン 3回目を受けた人について調べる 国の研究グループは 病院で働く人で1月28日までに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3回目のワクチンを 受けた人について調べました 2回目までと同じ ファイザーのワクチンを受けた人と 2回目までとは違う モデルナを受けた人を比べました ウイルスから体を守る抗体は ハイザーを受けた人は約54倍になりました モデルナは約68倍で ハイザーより高くなりました ワクチンを受けた後高い熱が出た人は ハイザーでは約21% モデルナでは約49%でした 体がだるくなった人や 頭が痛くなった人の割合も モデルナの方が高くなりました 具合が悪くなるのは ワクチンを受けた次の日が一番多くて 2日か3日後には ほとんどよくなっていました それでは一つ一句 他説明何か 新型コロナのワクチン 3回目を受けた人について 調べる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 已經注射第三劑的人数調查 早知この新聞 是關於一個調查 調查什麼呢? 已經接受了第三劑疫苗的人的調查 国の研究グループは 病院で働く人で 1月28日までに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 3回目のワクチンを受けた人について 調べました 国家的研究團隊 藉由在院工作的人 調查了1月28日前 注射了新型冠状病毒 疫苗第三劑的人数 全句好像很長 全部都是 調查 已經接種第三劑疫苗的人 數據去到何時呢? 1月28日 1月28日 那分別就比較了啦 第二劑位置是同樣注射輝瑞BNT的疫苗人數 以及第二劑位置同樣注射莫德納的人數比較 這個病毒從病毒手中保護人體的抗體 注射輝瑞的人增長了54倍 而莫德納大約有68倍 比起輝瑞更高更有效益 注射疫苗之後發高燒的人在輝瑞的比例大概是21% 而莫德納的比例大概是49% 變得身體酸痛的人和頭痛的人的比例 這個什麼什麼 大家見到都有的意思 那就是莫德納比較高的 這個大家見到 納荷加這個文法 就是前面一樣東西是比較什麼意思的 身體不舒服的情況是注射疫苗第二天的比例最多 二三天之後的情況就會逐漸悶 這個新聞就為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瑞輝BNT和莫德納的效用比較 簡單來看就是莫德納好像比較厲害 而且對身體的影響也比較大 不知道大家又是打什麼疫苗呢 香港好像只有科興和BNT可以打的 如果大家在其他國家接種其他疫苗呢 也可以在下面分享一下給我們聽 不知道大家在香港的朋友是打哪一隻疫苗呢 而你第二天又有沒有這個影響呢 歡迎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我們也可以做一個市場調查 如果你知道我今天的新聞分享 記得幫我訂閱炸和分享出去 我們禮拜五就帶來其他新聞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рав ÇO journals 不認everyone 我們要就可以見面veer 小明星期 relied 也分享出來 如果你可以用巧 ji 那麼棉花